比较直觉 也应该比较好理解 第二个就是说 程式写出来也比较简短 所以我会这样写 那如果你将来 慢慢的你可能功力提升之后 你也许你进入了 然后你慢慢想要写得更高干一点 你怎么写都无所谓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工程师写出来的程式 绝对都不一样 所以呢你会发现 你买十本VBA的书籍 买回来看 他每一本写的都完全不同 因为每个作者 他的邏輯不太一样 他用的语法也会完全不一样 我有我自己一套 所以我不是说 我今天去call谁的call谁的 因为我发现call谁的都不对 因为那不是你的 那当然最好 你们将来如果说 学了我这一套东西之后 你最好当然你也可以有 变出自己的东西 那一套东西以后的话 你就不用背了 因为你怎么做就怎么对 但是如果你用别人的 怎么做 你会发现你还是想要去翻那本书看看 可是你就会被他给 给什么限制住了 有点那个 被那个金箍 那个孙悟空 那个金箍咒给框住了 那我的写法是这样 所以写完之后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过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一到四十二 会不会显示出来 其实这个地方我把它执行 好 好这边把它执行 一到四十二就显示出来了 有没有 那因为它跑太快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二 一直跑跑跑 先这一列 跑完 再跑下一列 再跑下一列 OK一直到四十二 好第一步就完成了 这个我想跟刚刚的那个 我们用Column跟Raw做法一模一样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第二部分就是说 多了一个 我们的那个位置部分 也就是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1的位置加上去 所以后来我不是在那个 这个地方 在J的地方怎么样 做一点事情 J怎么样 减掉什么呢 减掉L4 对不对 减掉L4 所以在VBA里面的叙述 我这边就把上面复制贴上 然后把1改成2好了 我把年龄1 刚刚是第一阶段 这个是第二阶段 就是说呢 我要去把什么呢 把那个第一天的位置怎么样 先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 有没有 前面不是我们是 把那个什么 Column 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个位置再加1 有没有 实际上写出来的 就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这个减掉 因为我刚刚L4是两个都锁 所以我讲过啦 如果你以后两个都锁住的那个 转换的话 你可以用Range 然后呢 加上1 有没有 刚刚有加1 加1就把原来位置加回来而已